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了解到对于以往二次函数 它的图像与X组的交点 实际上就是其所对应方程等于0 其所对应的方程的根吧 那么也就是说方程的根和函数的图像 与X组的交点之间是存在着联系的 而我们通常把方程的根又成为所对应的函数的0点 也就是说X的函数值等于0的相对的点 那在这一节课我们讲来看一看 方程的根与函数的0点之间的联系 当然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函数的0点是如何来进行定义的呢 我们说对于函数Y等于FX X属于D 我们把使得FX等于0成立的X 它的这个时数值叫做函数Y等于FX它的0点 那么函数0点那根据这一点可以看到函数Y等于FX0点 就是FX等于0所对应到的时数根 当然这个时数根是在某一个范围内的 起码最起码的一个要求是在函数的定义域内吧 那么对于函数的0点既然是它的时数根 那也就是说函数Y等于FX的图像 与X轴的交点的横坐标 就为函数Y等于FX的0点 所以我们可以说方程FX等于0的这个时数根 等加于函数Y等于FX 它的图像与X轴呢 有交点 而有这一点也等加于函数Y等于FX 有0点 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呢 那么我们可以说函数的0点的求法呢 就要注意 一般来说我们求函数 Y等于FX的0点 那么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角度 我们可以求方程FX是等于0的时数根 也就是所说的代数法 第二个因为它又可以看着Y等于FX图像 与一个走的交点的相关情况 也就是说这个0点就是一个走交点的横坐标 那由此来说 我们说对不能用求根的这种方式来求解的 要而要判断函数的0点呢 往往可以利用函数Y等于FX图像 来进行判断相对应的0点 那么既然有这一点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 如何来进行求去函数的0点 但对于一般的情况 比如说要你求函数Y等于X的平方 减2X减3的0点 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非常的简单 把它求解就够了 所以X减3乘X加1等于0 所以它的两个0点 一个是3一个是负1 那么像这样能够求出来的 我们一般的问题不大 但是有的时候它面子的题目 不至于说你都可以求出来 比如说我们再来看一看 第一题 它是讨论函数FX等于X方 减2X的绝对值 减A减1 A属于R 它的0点的个数 那么对于这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首先思考的是 这一个方程 这一个方程 所对应的方程 好不好求净 也就是说 X方 减RX的绝对值 减A减1 它求净好不好求呢 当然因为这个看起来 是一样二次函数的情况吧 那么FX 是可以等于X的平方 也就是X的绝对值的平方吧 减去两倍的X绝对值 减去1 而对于这一个设置来说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 X的绝对值的一样二次减数 而这一个减数是否邮件 是不是与潘比斯有关系啊 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潘比斯的情况 那么我们说 等它是等于多少呢 4减去4倍的 负A减1 把它整理开来 就等于4A 加上8 4A 加上8 那么我们看到 等于小于0的时候 肯定是没有公共解 是不是 所以 A小于负20 等于它小于0 那么 有0个0点 对不对 而A等于负2的时候 这一个时候 等于它等于0 等于它等于0的话 Fx的根是多少呢 这个时候 想多一 我们把它瞧一下 那么 带回去 可以看到 这一个时候 A等于负2 我们带回来 是x 是方解2 一个是绝对值 加1 那么x绝对值是等于1吧 它可以等于1 在一个 A个词的绝对值 等于1 所以 有 两个0点 而A 然后 A 大于负2的时候呢 得它大于0 得它大于0 那我们知道 对于这个有关于x绝对值 的1 2 是有2 是有2 那我们知道 x绝对值 除了一个绝对值 等于0以外啊 其他的 一个是取任何一个绝对值 是不是都会 你比如说 x的绝对值 等于1 那一个是取得 有两个值吧 正负1 那只有到x绝对值 等于0的时候 它只有1 就是0 是不是 那是不是意味着说 这个手 A大于负2的时候 软函数有 四个0点呢 显然 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知道 如果一个是绝对值 等于负1 那一个是 有没有十数捷 没有 而这一个里面 它本来来说 对应的是x绝对值 的情况 那一个是绝对值 得到大于0 只意味着有两根 并没有意味着 这两根 到底大于0 还是小于0吧 它可能是 两个大于0的十数根 可能是 一个大于0 一个小于0的十数根 可能是 两个小于0的十数根 还有可能是 一个大于0 一个小于0的十数根 所以在这个时候 怎么办呢 那我们又需要 来进行讨论吧 那这个时候讨论 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要结合到 伟大 你来看吗 因为我们看到 两根之核 等于2 是大于0的 但这个还是 它比较特殊 告诉了两根之核 大于0 意味着 你这个 x 绝对值 两根中 最少 是有一个正根 所以 x 的绝对值 1 与 x 的绝对值 2中 至少 有一个 多于0 那么由此 我们来看 它的根 的格数呢 那就需要看 两根之极 如果两根之极 大于0 说明到 这两根 都是大于0的 所以 负为简一 大于0 几 A 求出来 是怎么样啊 A A 求出来是 小于 负一的时候 那么原函数 fx 就会有 四个 0点 A 而A 等于负一的时候 这一个时候 意味着 这个里面 x 绝对值 有一个等于0 另一个等于2 那么意味着 fx 等于0的 这个根 有三个吧 所以也就是说 fx 有三个0点 当然这个中间的过程 你可以进行分析啊 把这个一个整体来看 r 等 x 等 a 大于负一时 我们说 这个有关于x 是绝对值的 一元 二次方程啊 对应的有 一正根和 一负根 那么 那么 x 绝对值 等于负数的时候 x 是没有十数解的 只有等于正数的时候 它有两个十数解 所以这个时候 fx 有 两个0点 从而 我们找出 相对应的结论 也就最终 我们会得到 你看 等 a 等 a 小于负二的时候 是零个0点 等 a 等于负二的时候 是两个0点 等 a 大于负二 且小于负一的时候 有四个0点 等 a 等于负一的时候 三个0点 等 a 大于负一时 两个0点 那么我们由此 讨论出结论吧 这是进行求解的过程中 当然没有把解 一个一个的求出来啊 而是根据 这个绝对值 把绝对值先看成一个整体 看成一元 二次函数 然后再来 对应的寻找结论 但是这样的一种方法 毕竟来说 讨论的时候 少不注意 会出现偏差吧 毕竟来说 这个有关于x 绝对值的函数 我所对应到了方程的根 我要得到这个绝对值 要大于等于0 所以如果这一点条件 疏忽的话 底下 是非常容易出错的 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啊 除了这样一种方式以外 我们还能不能 用其他的方法 进行处理呢 当然 答案是肯定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一看 第二种方式 那么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我们想一想 对应的这个函数的 零电的个数 就是什么呢 我们说是fx等于0 这个方程的根的个数吧 而fx等于0 就可以得到的是什么呢 x方减去两倍的 x绝对值 减a减1等于0 哎 那我既然是求a的方位 我把a当捏吧 所以他减去1等于a 那么他的 以实数解的个数 就是fx的 你念的个数吗 而他的说 这个实数解的个数 我们怎么来看呢 当然在这个时候 我不来求解 怎么办呢 那么他实际上也就是 极为 减数 这个 y等于x方减去两倍的 x绝对值 减1 y等于a的 图像的 角点个数吧 所以在同一 直角坐标系中 做出这两个函数图像 那么这两个函数图像 如何来做呢 我们注意到 由于在这个地方 y等于a 一不清楚 而y等于x方减r x的绝对值减1呢 我们是可以 来进行做出来的 而这个函数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偶函数 万以外走对称 所以我先做大于0 大于0的时候 配方得到x减1的平方 再减去2吧 所以我们可以做出 它的图像 我们做出这一部分图像 这是x大于0的时候 那么类似的 x小于0的时候 类似的 由对称性 我们可以做到其所对应的图像 那么这一个得出来的 就是y等于x方减去 两倍的x绝对值减1的图像 现在它与y等于a的 这个角点格数 我们结合这个图像 就可以看到 你看 做出y等于a这一条直线 发现当a小于负二十 是不是零个零点呢 你知道吧 等a等于负二十 恰好是 a两个零点 a等于负二的时候 两个零点 而a在负二到负一之间的时候 是四个零点 而a等于负一的时候呢 就是三个零点 在大于负一之后呢 就变成了两个零点 这个时候用图像来进行解决 是不是使得我们的问题 方便的多 所以注意用几何法来进行寻找到相对应的结论 最终的结论 注意把它进行整理描续 那么这是我们对应的这一点来进行处理的方式 那我们再接着来看看第二期 他说 设函数fx等于3ax方加2bx加c 若a加b加c等于0 f0大于0 f1大于0 要我们证明a大于0 且a分子b大于负二 且小于负一 函数fx在0到1这个开语区间内 有两个零点 那么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题目条件 要证明a大于0 怎么办呢 题目中有的条件 是f0大于0带进去 是不是c大于0 f1大于0带进去 3a加2b加c大于0 以及有a加b加c大于0 这我们分别 另外一二三 你现在知道c大于0 知道这两个四大问题 要证明a大于0 怎么办呢 我们终于说 这两个四中把b消掉就够了吧 所以 2减去3乘亚 就可以得到的是 得到多少呢 这一减 就是3a减2a 加2b减2b 加c减2c 所以a减c大于0 即a大于c大于0 证明出了a大于0 现在的问题是 现在的问题是 有怎么样来证明 a分子b大于 负2小于负1呢 那看看 知道a大于11 大于0 而11是等于多少 1 负为 减b的吧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a大于负为减b 是大于0的 把减变这个变过来 是不是就变成 2a大于负b啊 后面这个变过来呢 是 a怎么样啊 小于负b 那么整理会得到 因为a大于0呢 两边同时除以a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 a分子b 恰好是怎么样啊 多于负2 而小于 负1 证明出结论吧 这是 对应的 这一点证明 那么我们看看 他的第二问呢 他说 要你证明 函数fx 在0到1 这个凯区间内 有两个零点 要证明在0到1 这个凯区间内 有两个零点 我们想一想 做出一个草图来看 xyl 那 他这个凯数 3a 加2b 加c 我们看到 a大于0 要在0到1 这个凯区间内 有两个零点 对应的图像 是不是类似于这一点呢 那我们看到 f0大于0 f1大于0 所以在这个时候 只需要在0到1 这个凯区间内 找一个凯数值 使其所对应到的凯数值呢 是小于0 这个怎么来找呢 当然 不同的情况 可以不同处理 比如说 有东西说 我管你3加2 你反正在这个里面 有两个零点的话 那么 对称轴一定会在 0到1 这个凯区间内 对不对 那对称轴 所对应的凯数值 一定会小于0 那结果这一点 我们可以来看 那就说 由第一问证明出 a1分子b 而fx的对称轴 是多少呢 它就为 x等于 负的3a分子b吧 因为a分子b 多于负2 小于负1 那么 它在哪个范围啊 在3分子1到3分子2 这个开局间吧 是不是在0到1里面的啊 就是0到1 既然它在0到1 这个开局间 有 fx的3a分子b 我们把它 代入进去 可以 求出 其所对应的凯数值 那么这样 我们可以求的 它是等于 这一个 相对应的值 把它代入进去 那么我们会得到 它等于 3a乘以 负的3a分子b的平方 加上2b乘以负的3a分子b 再加上c 那么 那么 这一个时候 我们会发现 它等于3a分子b方 减2b方 也就是负b方 再加上3ac 而由于在这个里面 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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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跟c都大于0 而负b方 那么要得到相对应的结论呢 你可以把ac中 任何一个 换成另外两个表示 或者把b换成a跟c 比如说我把b换掉 那么就是负的 a加c的平方 加3a 除为3a 这样把它展开整理 会得到3a分子 负的a方 减ac加上c方 而由于后面这个 你可以把它配方之后发现 后面这个括号里面 是很大于0 所以整个设置一定 小于0 既然它小于0 有f0大于0 f1大于0 所以我们可以说fx3 0到1这个开区间内 有两个0点吧 这样证明出结论 当然除了这一点以外 我们有的人说 我不用这种方法来究竟 我也可以 比如说我可以找到一个特殊值 哪个特殊值呢 比如说就找这个f2分子1 0和1的终点 我先看终点 f2分子1会等于多少呢 把它带进去 它是4分子3a加b加c 而b加c是等于负a的 所以它等于负的4分子a 它小于0 而f1大于0 是不是意味着在2分子1到1 这个开区间内 有一个0点呢 而f0又大于0 所以在0到2分子1 这个开区间内 是不是又有一个0点呢 从而我们寻找到结论吧 两边各一个对应的 来进行造结论 所以在这一个时候 注意寻找它的0点的方式 也就是说 我们要寻找0点 1元2次函数 可以借助于函数的图像 来进行适当的判断 进行适当的判断 好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下面我们看看 第三题 它说 一只 a是实数 函数fx呢 等于rx 较rx 减3减a 如果函数y等于fx 在负1到1 这个b区间上 有0点 求a的曲子方位 那么要求a的曲子方位 我们就考虑啊 它说 在负1到1 这个b区间上 有0点 而这个函数是 类似于 1元2次函数吧 为什么说类似呢 因为2次向前面的系数 是函数的 我不知道它到底等于0 还是不等于 所以分成两类 当 a等于0的时候 fx呢 就等于rx 减3 它的0点为多少啊 就为2分之3 不再负1到1 这个b区间吧 所以我们知道 a不等于0 那a不等于0的时候 函数fx在区间 负1到1这个b区间上 有0点 那有0点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1元2次函数 在负1到1这个b区间内 要么有两个0点 要么只有一个0点吧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分为两种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这个时候可以 第一个可以说明 如果它在负1到1这个b区间内 有一个0点 那么来进行考虑 如果是一个0点的话 那么结合我们的图像 可以大致来看 我这个地方做一个超图 那么它要么这样的一种状况 是不是 或者呢 从尽量经过边界 或者这样的 开口向下 是不是类似的 那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都要求F-1和F-1的值 两者之极 小于0吧 所以 F-1乘以F-1 小于0 或者它 等于0吧 或者它等于 但等于0 我们单列 后面的不利 或者它等于0 而另一个不在这个里面 我们把它当 拉开吧 它也可以大于 不一定说小 还或者呢 等它等于0的时候 到了等于0的时候 就是这个根呢 F-1 到1 这个必须点 那么这一个时候呢 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的 对称轴 多于等于-1 且小于等于1就够了吧 而它的对称轴 我们写出来 是负的 二一分之一 这三种情况 注意 第一种直接解 第二种呢 带进去 而这一种情况呢 注意要检验 你比如说 F-1等于0 我们会求出什么呢 求出这个时候 A 是等于5的 A等于5的时候 我们回头 求出 F-X 找出其所对应的 另外一个零点 看看 在不在-1 到1 这个必须点 如果在 那么这个就舍掉 如果不在 它就放进去 那么这样 可得 解的过程 我就不解了 解得A的曲子范围 就应该是 多于等于1 或 且小于5 或者 A等于 二分之 负3 减据更好 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是 有两个零点 但有两个零点的时候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看到 头所对应到的图像 同样的 可以找到 一种情况 这样的 或者呢 通过边界 或者这样 通过一 那么以及还可能是 开口向下的情况吧 比如说这样的 比如说这样的 再或者呢 一边有它 另外一边在这 再或者这样的 这都有可能吧 也就是说 可以得到 各位有四种情况 那么这个里面 它 但是可以统一来进行说明 那也就是说 它需要满足什么呢 第一个 如果A多于零的时候 潘比斯肯定要求 是大于零的 同时满足什么呢 满足F-1和F-1啊 都要 大于或者 等于零吧 都要大于或者等于零 以及我们的 对寸轴 是不是要求在里面了 所以得到 负的 二分之一 大于等于负一 小于等于一 或者 A小于零的时候 这四种情况 统一起来呢 就是 潘比斯大于零 这是保证 有两个的条件 以及 F-1和F-1都要 小于或等于零 和对称轴也要 大于等于负一 小于等于一 而有这两点呢 我们可以解得 A大于等于5 或者 A小于 解得 A大于等于5 或者A小于 二分之 负三 负三 更好 那么 综合这两点 我们可以 得到 相对应的情况 总上 那么 A的 曲折 方位 应该是 A小于等于 负的 二分之 三 加 更好 七 或者 A大于等于5 寻找到 所对应的状况 所以在 这一个时候 所对应到的 函数的 零点的 寻找方式 我们要注意 要么 用到 代数法 直接去求解 那当然 这种 是针对于 比较好求解的时候 而如果不是 很好求解 那么 我们注意 借助于 函数图像 来进行处理 在这个里面呢 尤其注意到 我们要熟悉 一与二次 函数 在所对应 曲间上的 这个零点的 个数的问题 但一与二次 函数在 曲间上的零点 一般的 看哪几点呢 第一 看帕米式 保证有零点的条件 第二 看所给的 曲间 端点 所对应的 函数值的 符号 是大于0 是大于等于0 是小于0 还是小于等于0 等等 第三点 看对称者的 位置 那么 结合图像 进行寻找到结论 所以这是 注意到 我们对于 方程的根 与函数的 理念中 对应的 处理方式 那也一定注意 借助于图像 好 我们这一节内容 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